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旁钻》 第109节 上次见到监鱼是李渊的监鱼 他坐在上面几个剑副抬着 没想到这次自己也有机会做这东西 质量比李渊的高多了 一水的美女啊 但是力气很大 轻轻一抬云叶就往前飘 没错是飘 感觉不到一点颠簸 怪不得这李渊那么喜欢做呢 云侯莫看着抬监鱼简单 抬这东西不是有力气就可以的 平日里训练 监鱼上需要放满一碗水啊 要求无论上坡还是下台阶 碗中的水都不许有一滴洒出来 才算是合格啊 雪净宗的善解人意 现在总算是领教了 察言观色的本事 这位老兄那可谓是天下第一人呢 骆驼城里的地面啊 那一看就是被夯实了的 平整如镜 见不到一棵杂草 中间用木材搭建出一座阁楼 离地三尺有余 整座阁楼都被锦段包裹起来 看起来呢 更像一个糖果盒 五颜六色的 看得让人眼花呀 许静宗摸着胡茶的说 当年石丛与王凯豆腐 曾用锦段挂于树上 延绵五十里 已被称为豪舍 此间主人给阁楼着衣 与树上挂紧 有一曲同工之妙啊 我许静宗 今日有敬 得见人间奢华 真是脱了云猴的福啊 如此富贵乡 纵此也明目啊 老庄府摸着监鱼上的宝石装饰 也是目眩神池 没有云叶 只有云叶 看着这些烧包的装饰 差点没笑出来 这太娘的就是豪舍啊 把锦段包在楼上 就是大手笔 千万不能让后世的子孙知道啊 要是知道的话 那会被嘲笑致死啊 土鳖呀 那土的不能再土的大土鳖呀 前面用奴隶送死来邀客 白驼送信 妙龄女子 以胸暖足 驼承 监鱼 都让云叶吃惊的话 这座用筹子包起来的土鳖楼 一下子就给云叶极大的信心了 主人就算是有再大的谱 也不过是一只比较大的土鳖而已 淡淡的嘲讽浮于脸上 看得大胡子管家是暗暗吃惊 如此的富贵 这位侯爷也只是觉得一般 甚至呢 有些看不起 也不知自己离开长安的十几年间 是不是哪里有了什么变化呀 云叶看见一个大木板子上 躺着一位肮脏的少女 嘴里呢 勒着一条皮锁 身上啊 只有一件麻袋一样的衣服 头呢 被固定在一个木头夹子上 全身不停的乱抖 旁边还有两个粗壮的大汉 其中一个在女子的额头 用墨汁画着线 另一个手里抓着一把凿子 不停的在少女的头上比划 似乎要凿开少女的头颅 尊贵的客人 您远道而来 我家主人身体有病 无法出来迎接 为了弥补失礼之处 所以就想用我们一族最高的礼仪 处女酒杯来欢迎您的到来 云叶的苦胆都要涌出来了 欧洲中世纪才有的东西 现在就开始出现了吗 传说中那些腐朽的老弱贵族 为了延长性命 不惜用处女的头盖骨 作为自己饮酒的容器 据说这样呢 可以延年益寿 最可怕的是 头盖骨是活生生的从人头上取下来的 头骨酒杯和西藏的人皮精卷 在后世早就臭名原阳了 作为人类的耻辱 被永远的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云叶不停的呕吐 挣扎着对老庄说 阻止他们 在管家和许静宗的惊奇目光中 云叶翻下监鱼 向少女跑去 他实在是没有胆量 造这样的孽呀 老庄早就把两个大汉用刀背给砍晕了 正在给少女解绳子呢 云叶赶紧帮忙解开少女嘴里的皮锁 刚解开 头还被夹着呢 那少女就放声大哭啊 声音很熟悉 仔细一看 原来是那个牧羊女 她被吓坏了 抱着云叶的胳膊不松手啊 浑身发抖 两排牙齿不停的撞击 发出咯咯的声音 寒冷的天气里 汗水湿透了身上的麻布片 云叶解下披风 给她披上 从老庄手里抢过横刀 重重的劈在两个躺在地上的壮汗的脖子上 鲜血飞溅 却没有一滴沾身 大胡子管家用自己的披风挡下了喷涌的血迹 我杀了你们的人 你们不生气吗 云叶吐了口气 问管家 哦 尊贵的客人 看得出来 您是第一次杀人 您有天使一样善良的胸怀 这是美德 不应该受到谴责 只应该受到赞美和传扬 我的主人吩咐过 在驼城 您享有和他一样的权利 说完 躬身失礼 貌似谦卑 眼中露出的寒光早就出卖了他 告诉我 你主人的名字 管家 从一开始就给我设下陷阱 一步步逼我往下跳 这就是你家的代客之道 人都是居仪器 养仪体 这些天的 人上人的生活 早就把他锻炼成了一个上位者 质问起他人 也有了几分威势 一个嘶哑的声音 从阁楼里传来 云侯乌怪 某家的身份 实在是见不得人 只是为了心中所获 不得已而为之 如今云侯大驾光临 不如进楼一叙 与那些低贱的人一般见识作深 若云侯心有不满 尽可杀之 许静宗见云叶满脸怒容 为自己的小命着想 就大声回话 适才云侯 只是见不得虐杀 那女子又是云侯的故人 所以呢 才有些失态 贤主人 礼仪周到 让我等 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岂能再有冒犯 楼内不作声 似乎不愿意和许静宗答话 管家的腰攻得更低了 手掌做出请上楼的姿势 似乎在哀求 云叶不是杜狱 做不出要主人杀死仆役的举动 摇摇头迈步上楼 牧羊女紧紧跟上 却被管家拦住 云叶看看牧羊女 对管家说 带她去好好洗洗 给她弄一身暖和的衣服 再送上来 牧羊女眼中全是哀求 她不敢离开云叶 害怕云叶一走 那些人又要用枣子 挖自己的脑袋 云叶温言劝慰半天 又让老庄陪她 她才一步三回头的 跟着管家离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云叶没有料到 整座阁楼会如此的大 全部用胳膊粗的木棒搭建而成 上面在蒙上骆驼皮 四面的窗户上 贴着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皮 薄而透明 整间阁楼 富丽堂皇 到处都有色彩的布漫 香金欠银的各种 珍贵器具散落在地上 云叶拾起一把 乌玛闲环湖 放在眼前仔细观察 湖身两侧 各是溜金乌玛 文样细垂碟而成 骏马舞姿妙曼 棕毛漂浮 兽带飞扬 无马献兽场面 跃然眼前 正在嘖嘖 参叹之际 一个沙哑的声音传过来 云猴 为何众 轻人 从进阁楼的一瞬间 想要忽乐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为了我们 能够愉快的交谈 先赞叹一下 你的器具 难道不是一个 客人应该做的吗 云叶依然没有 放下手里的银湖 继续欣赏 而许静宗 却有些汗流浃背 哦 云猴 莫非嫌弃 叶驼乃是画外之名 不屑与我交谈 你的汉话 说的比我都好 在你面前 我感觉 自己更像是一个画外野人 岂有见气之力 云叶边说话 边从地上 着与银湖相配的杯子 许静宗似乎有些热 眼睛盯着地面 是汗水之流 你找不到杯子了 都被我捏扁了 抱歉天物啊 如此人间真品 竟然不知珍惜 实在是汉室 这样的宝物 将永远变成残缺 成是人间汉室啊 云猴为何不敢看我 我变成目前的模样 与云猴大有关系 不知云猴 有何可以教我 不知为什么 沙哑的声音 居然变得不雅了 还多了几分韵味 这腔调怪怪的 有一些调侃的意味 不是不敢看你 而是在想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 人毫不知 从那幅画里啊 我知道你去了西王母的地方 天池美吗 叶驼的声音 似乎是从肚子里挤出来的一样 沉闷的像格了一层牛皮 为了你说的天池 我十六个宗心的手下 命丧荒原 云猴不给老夫一个交代吗 听完这话 许静宗一下子就跪坐在地上 身子在发抖 福祸本无门 由人自招取 我一 没有让你去那种地方 二 没有请你去那种地方 你听到谣言 就匆匆赶去 怨的谁来啊 叶驼 我赶了半天的路 又渴又累 你不能让他们送些韭菜上来吗 让客人站着就是你的代客之道了 云叶彻底明白了 叶驼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不知听了谁的蛊惑 自己跑去找神仙帝了 被大自然惩罚了 落到这样悲惨的结局 就这样还对长生抱有莫大的希望 这种死脑筋的傻子就是权力再大 本事再强也不足为据啊 心事一旦放下 固态就萌发 对了 你干嘛把自己挂起来 还用银环穿过自己的皮肉 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啊 云叶这才发现 这家伙就是一个纯粹的变态呀 在自己背上穿了好多的洞 用银环穿过背上的皮肤 再用皮锁连接把自己吊起来 他痛苦的不停咳嗽 不停的有淡黑色的弹咳出来 嘿嘿嘿嘿嘿嘿嘿 云昊 这都要拜你所赐啊 为什么你去天池就会毫发无伤 我只是带兄弟们历经艰辛的去看一眼 就会遭遇这样的摩羯呢 先是雪崩 再是地火 可怜我十几个兄弟啊 要么被大雪吞噬 要么被地火化为灰烬 我只有靠天族妖僧的恐怖法门活命 是何道理 在后世啊 这样的受虐狂多的是 印度 东南亚 有许多的苦行僧 就是想通过肉体的痛苦呢 来减轻精神上的创伤 据说是很灵验的 想不到 在这里就遇到一个 尤其 他还是被动的 看到夜陀 痛苦不堪的样子 云叶就想笑 冬天爬雪山 遭遇雪崩 那太平常了 在后世还经常被埋掉一个两个的呢 那现在环境如此之好 想必雪山上的雪 也远比后世多一些吧 他们弄出来的动静 想必是小不了 那不引起雪崩才怪呢 游览天山 又没有缆车可坐 那不死人才见怪呀 至于火山 那是人品问题 云叶不坐置评 见云叶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夜陀怒火薄发 把身体呢摇来晃去的 却下不了要干掉云叶的决心 清牌手掌 立刻有侍女涌进来 转瞬间就把散乱的阁楼收拾得干干净净 又进来一些带着追帽的女子 捧着各种食物进了阁楼 一时间 长长的案子上就摆满了 多是肉食 也有几种耐储藏的瓜果 云叶毫不客气的拿着一块瓜 咬一口 舒坦至极 看云侯 毫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难道说 云侯置诸再握不成 你身后的五百大唐骑兵 已经按照军令返回朔方 不知你还有何平质 在我的老巢里谈笑风生 话一说完 又开始咳嗽进来 肺里的火山灰看来把他折磨得够呛 看得恶心 云叶扯过沙漫 免得口水飞过来 叶佗 想不想喝酒 你这里的葡萄酒不错 比长安城里的好了许多呀 说完金杯中的美酒 云叶把杯子 喝完金杯中的美酒 云叶把杯子揣怀里 用酒壶对着嘴喝 云叶越是无礼 叶驼反而越发的平和 他仿佛没有看见云叶对他的侮辱 语气呢 也越发的轻柔 哼 我目前这副鬼样子还能喝酒吗 云叶既然喜欢 就不妨多喝些 你把那些可笑的环子去了 我给你一粒药 你再找一只萝卜 榨成枝喝下去 你就能喝酒了 我这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如果你还想痛亏一些 在你的喉管上开一个小洞 插一条管子 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喝酒 你看如何 云叶给了解决办法 许静宗眼睛瞪的像同龄 屏住气 嘴里还叼着一块羊肉 看着云叶像是见了鬼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